这个神明是真的欺诈了 别人的对手都是诸如履布 亚当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可到他这就不一样了 对手竟然是开膛手杰克 一个只杀春楼女子的变态恶魔 而作为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 海克利斯一点也不想和这样的人渣战斗 只想让对手赶紧投降认输 可杰克却从背后掏出一把小锦刀 随手一挥就将路灯切成了两段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 海克利斯直接放出狠话要灭了他 可杰克二话不说转身直接拍溜 这操作给海克利斯都看懵了 反应过来的他气得快要爆炸 朝着杰克的背影就追了过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杰克正悠然地喝起了碗牙了 谁家好人半夜两点半喝茶呀 并且还问海克利斯要不要来一杯 看他这鸟样 海克利斯真想一棒锤拍死他 可下一秒就差点被一根钢丝割下双眼 但这点小把戏大力神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他一把扯下钢丝 瞬间头顶掉下无数利刃 可这种陷阱连海克利斯的一根毛都伤不了 因为人类的武器是无法伤到神明的肉体 接着他就要展开进攻 可谁知杰克竟然掏出一把手枪 随后利用飞爪逃到了楼顶上 见此海克利斯双腿蓄力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弹射起飞 眨眼间就来到了杰克的身旁 抡起棒子就朝他脑袋砸去 却被杰克用剪刀挡下 但这巨大的威力直接将神器砸得粉碎 这下可完蛋了 可就在海克利斯要结束战斗时 杰克却突然撤退到墙角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飞刀 朝着海克利斯就扔了过去 海克利斯依然毫无畏惧 可没想到的是 飞刀竟然全都扎进了他的肌肉 原来刚刚的一切只不过是杰克的轨迹 所谓的小剪刀并不是神器 而真正的神器是他腰间的口袋 任何从口袋中拿出的武器都可以变为神器 但可惜袋子的空间十分有限 武器都需要特殊定制 而这才是一个绅士的基本修养 这逼装的让海克利斯都听不下去 随即将身上的飞刀全都拔了出来 立把将所谓的神器捏个粉碎 见此杰克再次使出飞刀攻击 虽然飞刀如狂风暴雨般袭来 但全部被海克利斯滴水不落的挡下 见此杰克飞刀的手腕更加用力 片刻间就将海克利斯扎的遍体鳞伤 可即便如此海克利斯仍旧迎拿而上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 终于他来到杰克跟前 准备一锤结束比赛时 没想到海克利斯的权力一准 竟被杰克的雨伞绑下 见此海克利斯也开始认真起来 刚才的只不过是一点开胃小态 只见他手臂上的纹身开始卖领 瞬间整个人都充满力了 这凶猛的一击直接将杰克断懵逼了 正当所有小垃圾神都以为胜负一定是 看台上的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却一脸淡定 因为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只见被重创的杰克艰难地从废墟中爬起 看着断掉的手臂 杰克只是轻轻一拍就将其接了回去 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40米长的水果刀 此刻两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